那國賢哥 我想你也搞不懂你爸爸 你爸爸聽說就是永遠不喜歡接電話 就是很妙就是說 因為我爸他是很晚才擁有那個手機 他本來那時候說不要換不要換 後來換了之後他還滿開心的 就是從此開始就迷上追劇 因為我爸以前不太看劇的 是因為我爸換手機之後開始追劇 那我想說那他開始追劇 那等於是手機都不會離身了 那我想說那這樣打亮給他 應該是都會接 可是很妙就是我爸跟我媽 從以前到現在 就是擁有手機之後就很妙 打給他們永遠都不接 然後你也不知道為什麼 他會不知道怎麼接起來 怎麼可能不知道 他們這個按壓硬件 我還因為這事情 我特別教他們說 怎麼去播這個電話 怎麼去接這個電話 我還特別教過 因為我就是每次打 他們都不接 我就覺得很浪漫 那到底是為什麼 媽媽把你當作詐騙集團 絕對沒有什麼好事 我還把我的名字弄得特別大 在上面 我還打全名 我還不敢打小名 馬國賢打來不用啦 對 我要讓他們知道說 是我打給他們的 可是就是不知道為什麼 他們我媽是偶爾還 有時候還會接到一兩通 像我爸幾乎是不接 我大概從以前 就這十年當中 我打給我爸那麼多次 他大概只接過那一次 可是那一次 因為他接 會不會是你撥錯號 沒有... 他那一次接起來之後 我還特別為了慶祝 我去買呱呱樂 因為講說 他會接電話 那應該是有什麼好事要發生的 趕快去買一張 才真的中獎 對...就是很妙 那而且我為了這個事情 我還回家 我還去觀察說他為什麼不接電話 我還特別打給他 奇怪喔 手機就在旁邊 也在亮喔 那他就是不接喔 對 後來發現沒有聲音 只有在閃光而已 那他就以為是 手機閃光 那只是他自己會 因為手機有時候自己會亮 他就以為那是自己會亮 並沒有人打電話給他 那我就說 那怎麼不開聲音 然後他說 聲音怎麼開 就他們有時候在追去的時候 他們有時候亂按 案件 他們會不知道說 可能關掉了 他自己不知道 對 甚至於有一次 我回家 然後回家吃飯 然後我忘記帶鑰匙 然後我去打電話給他們 想說請他們幫我開個門 我打了快一個小時 沒有人要接 我先打我爸再打我媽 沒有... 你打手機想他都不接 你傳簡訊他根本不會看好不好 我就一直打... 然後那時候好死不死 那時候又尿急 我一直很想小朋友 我就一直憋... 憋子一直打電話 我到最後想說 我突然想起來說 對 我家裡面還有家用電話 我就趕快想說 試著播家裡電話 看看會不會接 很妙囉 手機不接 但打家裡電話 馬上接起來 對 我本來一直以為 家裡是沒有人的 結果後來發現 我家裡是有人的 我說你們在家 為什麼手機打給你們 你們全都不接 他說沒有 她就沒聽到 沒聽到 我們剛剛在洗澡還幹嘛 我說你們洗澡也洗 洗澡也洗一個小時 怎麼可能 就很妙 我一直搞不懂 他們為什麼永遠都不接電話 就是不習慣 你看這樣的電話就接了 你搞不懂你爸媽 你說你有個阿姨 你覺得你也是完全弄不清楚 我阿姨更妙了 就是... 因為他們... 就是大家都已經退休了 然後就是常常會約出去玩 但是我實在是 很怕跟我阿姨出去玩 不是說他人不好 他對我們小時候 對我們都很好 我們很喜歡跟他一起相處 因為從小他也是看我們長大 那有時候就會早出去玩 那跟他出去玩會有個麻煩點 就是說 因為我出去我習慣 可能要排幾... 一整天下來 我可能要排幾個行程 就是說比如說早上 比如說先去哪個廟 走一下 拜一下 然後再下一個景點 去那邊海邊拍拍照 中午再去那邊吃飯幹嘛 就是我大概都會把一個 幾個基本行程排好 一天比如說排五個點好了 好 可是到第一個點 去廟...去廟裡面去拜的時候 然後拜完 然後我都會跟他們講說 阿姨 等一下 現在是十點嘛 在這裡拜拜 八點鐘 十點半之後 在這裡大家集合 然後就回來照 然後他還說 沒問題... 然後大家就去拜拜了 拜完之後四點半 好 我們到... 又回到那個集合點 在那邊等 阿姨呢 阿姨呢 去便宿 不知道耶 剛才不是在那裡拜 對啊 剛才還有看到他 現在人呢 等耶 然後就開始找 在廟裡面找 就大概到十一點多 然後你就看他 手上拿很多東西 這樣回來的 然後我說阿姨你去哪裡 沒有 我就看後面 廟後面有山 山上好像有些 灰、球 覺得不錯 還有一些草藥 可以慢 我就去那裡洗 他拿了一堆樹上 從後山栽回來的 不知道什麼的一些草藥 我說你怎麼... 不是說十點半在吃 對啊 我想說 大家都自己人 等一會 是怎麼樣 所以我就去拿那個 好 拿回來也沒有關係 那個草藥 他說這個時候什麼 吃了會什麼 生驚止渴 就開始要大家試吃 還有啊 阿娘回來 我們怎麼敢吃 那個樹我吃 那個葉子 我從來沒看過的 我怎麼會敢吃 平常我們有病 都不一定會去看醫生的 我還吃草藥 怎麼可能 說不定真的有效 他還真的吃 他還拿給我爸媽吃 我跟我爸媽說 阿姨自己有先吃嗎 他有啊 他就一邊咬一邊的 他說不您吃 我跟我媽說 你不要亂吃 等一下吃壞肚子怎麼辦 那最痛苦就是說 阿姨 待會兒要遵守 說幾點就要幾點來吃 不然後面都沒辦法去看 他說他都可以跟妳講 笑笑說 好啦... 那就每次都 還是給妳最完美 你就很痛苦啊 那你就怎麼跟他講 說妳要跟他生氣嗎 不可能啊 長輩你怎麼可能跟他生氣 對 這個是算是代溝嘛 有些行為大家不能夠理解 不會 你就是同輩的 也很多這樣子 同輩人遲到的這種都有啦 我有一個朋友他是 我永遠準時 他永遠遲到 所以他跟我約會的時候 我都準時 然後他一定遲到 那個十五分鐘以上 那我都加倍奉還 所以他十五分鐘 他沒有來的時候 他出現的時候 我就已經離開了 我只等他十分鐘 所以他都十五分鐘到 我就十分鐘前就離開 然後我就出去隨便逛 讓他等半個小時 我再來 因為他有求於我 那這樣子他還會打電話罵妳 說你那遲到嗎 不... 我那些朋友都是我罵他 他不敢罵我 那我們這樣的友誼呢 超過三十五年 就這樣等啊 知性可以同居嘛 就是這樣子 因為你要這個朋友 這個朋友在其他的方面 都非常好 人慷慨大方 又會照顧人 然後從來不說人家是非 開口都是講好話 而且跟人家在一起 他都樂意幫助人家 所以他的優點 多於他這個遲到 那這容就是 他的個性使然 跟長輩無關 OK 你就走到 跟他相處的方式 阿神輩不喜歡接電話 為什麼 對啊 我跟你講 我們整天電視 都在看詐騙集團 你知道嗎 對 那個馬國賢他爸爸媽媽 他絕對是一個非常小心的人 他們不想受騙 對 還有他認為 他的兒子是個明星 他如果亂接電話 給他惹來什麼麻煩 沒有人知道 然後第三就是說 反正也不是什麼重要 重要家人這麼多 沒有你兒子通知我 你阿姨也會來通知我 可是他上廁所 對 他上廁所 很聰明 他不知道我上廁所 他是急著要上廁所 他也是笨 要是我不可能 等一個小時 先去旁邊上 沒有敲對面的門 也是喔 你去旁邊便利商店 先上也好 我們鄰居都是老人 就敲 我敲過門 每一天都不會開 都沒有要開啦 還報警 不是 這就是怎樣 被現在社會害的 因為現在詐騙太多 這個整棟樓都執行反詐騙 對 都以為你們是要來詐騙 大家都不敢開門 不像以前 隨便你闖進去上廁所 對 大家都歡迎 都知道你是誰進來 對 社會改變 社會風景 生活改變 我們常常在想 我們到底是越來越不了解爸媽 還是越來越了解爸媽 國賢哥你覺得 隨著你的年紀漸長 現在也結婚了 你對爸媽有沒有更多的了解 其實是會有啦 因為你有時候你 有時候因為以前不懂 是因為我們是站在 我們的想法 站在我們的立場 去想他們的事情 可是現在你其實 就像剛剛黃老師有講到 其實有時候 你要站在你父母的立場 去想很多事情 因為畢竟他們的那個年代 他們經歷過 台灣最苦的那個年代 因為他們像我媽 他們小時候是 吃飯都是有問題的 就是可能要 能夠吃飽一餐 那是很不容易 甚至於有時候 可能一餐裡面想要吃個 用地瓜葉 來填飽肚子 他們都是要很辛苦的 才能夠拿到 就是他們在一個物質 很匱乏的一個年代 所以你這樣去想的話 你就知道說 為什麼他們現在會 這麼的節省 或是說這麼的 覺得什麼東西都可以用 因為他們就怕哪一天 突然失業都沒有的時候 那你就是什麼都沒有了 你又會到以前那個 哀餓的那個感覺 所以那個我是能體會的 但只有一點 我是不能夠明白就是說 為什麼電話響不接 你還在身上 這個我是始終 我不太懂 可是還被假騙啊 對 但是其他的 就是什麼撿東西那個 你現在把那個靜音鈕 把它黏起來 用三秒就要把它黏掉 我真的是搞不懂 但是在就是撿東西 我現在就已經 反正就已經在那邊了 他就是撿到真的塞不下 他就應該是不會再撿了 那你也就是這樣子 反正每天過的還是 因為日子還是要過 大家還是要開心過 因為難過是一天 開心是一天 那你可跟他開心過一天 也不要去跟他難過過一天 對啊 OK 好